台灣面臨56年來最大乾旱 台南地區原本水源豐沛的水庫 全成了這樣 來吧 增溫水庫是全台最大水庫 1973年完工啟用 碰上干旱蓄水量 仅有5583万立方公尺 蓄水率10.96% 累计总预计高达 219426万立方公尺 其中光是2009年莫拉克台风 就造成预计量增加9108万立方公尺 水庫直接减售20年 为了增加库融 经济部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 展开抢救肥大树计划 我们今年的目标 就是要到达590万 我们正式的扩大清淤 我们携请国军 来帮我们清30万立方公尺 那我们六合局 帮我们处理35万立方公尺的预计量 那我们本局 我们就处理525万立方公尺 水利局把握干旱蓄 展开多元方式加速清淤 包含传统路挖 以及使用工作船抽鱼等方式 我们一台船一天大概抽1万立方公尺 那1万立方公尺的量 以车载的话是要666车次 这是我们的抽泥设备 大家会看到的是两个脚刀 帮我们土壤先搅脆 之后利用水下的棒 抽到我们船上 在我船上再加压送到战士庆 增温水库蓄水量逐渐下降 除了不下雨之外 还有一大主因 就是得放水给下游的雾山头水库 雾山头水库蓄水量 是37.38 当时1930年完工 库蓄量达1亿5,415万立方公尺 但现在仅剩下7,858万立方公尺 隶属的农天水隶属嘉南管理处表示 目前清淤方式主要是抽泥和放淤 不过因为停灌 没水加上水位偏低 清淤工作已经停摆 而另一边的南华水库蓄水量 则有2277万立方公尺 蓄水率25.03% 以台南公共用水量每天约91万吨来看 预计撑到6月没有问题 不过另一边白河水库 就没这么幸运了 一大片芒草丛生 库底泥土干裂 岩石外露 仿佛塞外草原般的场景 竟然就是已经56岁的白河水库积水区 白河水库主要是提供灌溉防洪 肥水和观光功能 过去一期斗坐面积2900公顷 二期斗坐面积911公顷 之后利用灌溉结束进行清淤工作 但近两年因淤积严重失去蓄水工人 蓄水量在去年11月10日就化整为零 左属江南管理处白河水库分处主任 连牧城表示 以趁机加紧清淤工作 原本预计6月才有办法清淤90万立方公尺 但受到干旱影响 渴望提早至4月达标 届时会再扩大清淤 因为白河水库成了大草原 已宣布停灌 著名的莲花应受到缺水影响 种植面积也仅剩下1700多公顷 莲花开始出现枯黑现象 农田也赶到军烈 重创农民生计 白河区公所将开启天然灾害救助之外 也将启动八口抗旱水井等 因水工农民灌溉 都没有水啊 有的时候像旁边买井 一小时有的200的 有100的 有就好了 管那么多先买再讲 这无水啊 我们比例啊 收成会比较不好 价格呢 价格哦 应该会稍微波动小小的弧度吧 现在各大水库水清人拉警报 想要度过这次干旱 除了期盼五月没雨之外 还得靠民众帮忙 节约水资源才是关键 底方东心台南报导